Alright,這條是我們美肯市中心一條很有名的街道 然後每次這個地方呢都很多 好萊塢在這邊拍電影 這條街叫做棉花街 棉花大街 以前這條街是通的喔 這條街為什麼叫棉花街 是因為它是通的 這邊有一個棉花工廠、棉花田 然後呢它運送棉花到這裡來 一直走走走到底 就是到那個什麼火車站 然後再運送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以前這條路是通的喔 好像去年吧 他們就把它改了 把它封起來 就變成大家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了 然後之前這邊有一個 雕像 把它拆了 然後底下還有一盒那個什麼 他們叫time capsule 就是藏了一些那個時代 一些重要的東西 然後因為鑰匙不見了 所以花很久時間才找了一個 所將來把它打開來 裡面還成了一些很寶貴的文件 然後我跟我兒子呢 就來騎腳踏車 然後逛一逛 然後我後面這裡呢 這一個這一帶區 每次都是 我喜歡拍攝的地點 尤其是那後面 它會把它整條接封起來 然後什麼 Thief Wave 我忘記那叫什麼 第五波 就我在這邊拍戲喔 那後面就有一個那個什麼 爆炸現場 然後那個這整個地方都是像 那個什麼 戰後的那種現場有沒有 這整條街 這一條 那一條街也是 都會把它封起來 有沒有 旁邊漂亮的 Alright 然後呢 我就跟兒子來騎腳踏車休息 OK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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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